這樣子的話是應該我講過頭了 因為沒有這樣子的事實 說是自己講過頭了 全一段股東會上 自稱找了總統行政院長 向NCC協調深造的音檔曝光 被質疑是找府院協助施壓 時隔多日 當事人裴委首度現身 駁斥所有指控 去什麼 對絕對絕對沒有 這樣子的情形 所以那些東西 其實都是讓股東安心 所以裡面有些東西 也許有些碰轟 就怕被扣上直通府院的帽子 裴委用善意的碰轟來澄清 但言下之意是向股東撒謊嗎 其實不是騙 因為我們其實當然會做很多努力 但股東他有點擔心 拿不到執照的問題 我們當然就讓他比較安心 說我們做了很多努力 就是這樣子而已 說是要讓股東放心 但鏡週刊近來平打 藍白參選人 被質疑是向綠營書城 裴委有話要說 陳流記者都是獨立運作 絕非政治操作 接著裴委話風一轉 替NCC身為主管機關 卻爛權帶墮 他們其實是怠惰跟爛權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一個頻道要放到86台 那麼早就送進去 一直不審 NCC作為一個電視台的監管單位 它其實是前置一個電視台 首度成精就炮轟 NCC只是否認找 補院施壓 責任就要自己扛 TVBS新聞追蹤 徐遠鋒也配備不動 請支持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 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